第一个我想问陈平老师 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 站普通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通过美国制裁华为这一个点 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美国突然说翻脸就翻脸 打击华为是历史非常悠久的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认为通讯 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情报战 美国所以能够反恐 实际上是控制全部的经济信息 也包括他们通讯的信息 但是华为的在通讯领域的发展 在很早美国的最强的通讯工 Cisco就没有办法跟华为竞争 所以美国始终是不许 华为进入美国市场的第一条 第二条 华为有一个长处 是美国非常恐惧的 什么长处 华为是没有上市的公司 如果你要上市 比如说中国 而且以前还有一个误区 认为中国国企要上市了 就成功了 然后上市还要交美国 前六名的会计事务所来审计 所以美国要打中性 非常简单 你的财务系统 你跟谁做交易 全部在美国监控底下 但是对华为是一抹黑 第三条 华为的进攻力非常厉害 为什么呢 华为实行的是 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华为实际上是 先占领非洲市场 然后占领了很大一部分 东欧市场 还没有进入美国市场 然后美国就发现 这个华为的竞争能力 美国没有任何企业 可以跟它竞争 欧洲只剩下两个小企业 两个小国的 爱立信和诺基亚竞争 所以他打华为 就是因为要什么呢 他就明确地认识了 通讯是情报证的核心产业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华为有备胎计划